中央社记者六宗汉台北21日电陆委会副主委邱锤正今天表示 肯雅案发生迄今 共288名涉跨境电信诈骗的台籍嫌犯遭遣送大陆 其中有105人的家属提出看事申请 但仅11人的家属在去年520前获准附路看事 中国大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1日共分三批开庭审理肯雅电信诈骗案 肯雅案共85名被告 70多人是中国大陆警方从肯雅押解 包括44名台湾民众 其中两名台湾集主嫌被冲判有期徒刑 15年新政院大陆委员会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 中央社记者训及陆委会是否掌握 目前所有在中国大陆的台积诈骗嫌犯现况 邱锤震说 根据统计自去年4月肯雅案发生以来 共有288名涉及海外电信诈骗案的台湾民众 遭遣送中国大陆 陆方也已寻两岸共同打击犯罪 与司法互助协议通报 上述288人目前分别关押在北京 广东湖北湖南浙江江苏四川等地 他指出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接获通报后 转请各地方警察单位通知嫌犯家属 迄今已有105名台险的家属曾向海峡交流 基金会表达附陆探视意愿 其中仅11名肯雅案嫌犯的家属 在去年520前获准附陆探视 随后陆方片面中断原本承诺 不再协助提供家属陆探视便利 邱锤正表示对于跨境电信诈骗犯处理 政府一贯主张就是应该将相关涉案 国人带回台湾依法侦查审判及服刑 并希望透过与各方的合作 以有效打击跨境电信诈骗犯罪持续努力 他也提到两岸应该持续依照两岸司法互助协议 或协议不足部分协商 针对跨境电信犯罪 政府早有提出可救犯罪结果地 行为地 犯罪人居住地区等不同身份 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司法管辖协议 这些问题不是不能解决 邱锤正再度强调 政府也有掌握肯雅案 幕后嫌犯亲姿 陆方应谨诉与台湾治安司法机关展开合作 共同溯源追查 不要让幕后主嫌继续逍遥法外 并应充分保障排及被告的司法诉讼权 一基于人道考量 对家属探视事项 也应依两岸司法互助协议规定 提供便利1061221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点 перем